Indian's Japanese 我 想拿鞭子抽 好多人都说他们也想拿鞭子抽我 哇特别让我的心动 我第一次看长了这么清秀的男生 来看一看他的 合法有多少 我觉得他们太虚伪 我觉得很真实 里面有什么好炫耀的 二代多了血 不是美了 是老马了 我们俩帮他们走对吧 对不起 欢迎来到江苏卫视 步步高音乐手机《非诚勿扰》 有请主持人孟非 您现在收看的是 江苏卫视新派交友节目 步步高音乐手机 《非诚勿扰》 大家好 我是孟非 这是一个为你提供浪漫邂逅的舞台 不管你来自哪里 不管你从事什么工作 不管你长相是否优秀 不管你收入的高低 只要来到这个舞台 就有可能牵手一位美女离开 但是我说的是有可能 事情总有意外 比如上周的节目当中 五位男嘉宾全军覆没 这是让我很遗憾的事情 但是我个人觉得 这种局面的出现 跟有一个人有莫大的关系 这个人就是乐佳 我的解释就是 讲真话比讲漂亮话要重要得多 如果我讲的是真话 能够帮助女选手 选到合适的人选 在这场当中我还会继续坚持讲真话 好了 抓紧时间 请出今晚24位漂亮的 男嘉宾女生 有请她们 24位漂亮的女孩 欢迎你们 请亮灯 我们每期节目结束之后 在网上的贴吧里 有很多的观众 全国的 关注我们节目的观众 网友都会有很多的留言 还有很多人 非常对我们当中的 某一位某几位女嘉宾 或者说男嘉宾 非常有兴趣 还整理过他们的一些精彩语录 其中跟马诺有关的比较多 你觉得马诺 你觉得你自己说过的 很多很多的话当中 哪几句有可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想拿鞭子抽她了 没有 好多人都说她们也想拿鞭子抽我 再说一两条 我想坐在宝马里哭 好 这句话让你明镇江湖 谢谢说这句话的人 你再说一条 我们就开始下面的环节 编导放一首解脱 让它下去吧 印象老师专门为你准备了解脱 如果你下次再 对 等我下次没选 你给我半头解脱吧 我在以前节目当中说过 马诺是一个非常愿意打击别人 而自身抗击打能力也特别强的 电视频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想了解24位女嘉宾 更多的个人资料和联系方式 拿起手机编辑短信 发送 编辑短信 8110加女嘉宾编号 发送到106个620 为了鼓励所有的男嘉宾 能够有优异的表现 我们为他们提供约会基金 当进入到男生权利的时候 根据场上亮灯的情况 一盏灯100元 如果全部的灯到男生环节 还亮着我们送出双人欧洲十日游 所以大家努力 下面抓紧时间请出今晚的一号男生 大家好 我叫黄石 今年25岁 欢迎你 和老大远感觉一条皮带走过来了 看一下对面的24位 让你特别有感觉的是哪一位 好好看一下 好了好了 好 能不能把她请出来 要看你能不能走到男生权利 应该吧 可以可以 应该可以 对面的24个女孩 对这条金腰带有什么样的印象 请考虑 能不能闭上眼睛啊 请选择 闭上眼睛是鸵鸟知道吗 你听那声音 蹦 蹦 蹦 我特刺激 你看 还好 刚才偷偷睁了一只眼睛 还好 19盏灯 不错的成绩 五霄今天换了一身衣服都没认出来 你的黄金甲很不错 我觉得跟这条金腰带很般配 有点像一种什么昆虫之类的 金龟子是吧 挺好看的 挺有风情的 你喜欢这种类型吗 喜欢啊 来 给这19盏灯亮着的 我们看它的基本资料 大家好 我叫黄石 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呢 是我开的一家奢侈品清洗店 如果你的一些奢侈品的包 上面有了污渍 油渍之类的 通过我们的加工和清洗以后 它会跟新的一样 大家肯定想不到我之前是干什么的 其实我之前是个幼儿园老师 我在幼儿园当的是体育专制老师 是属于南京市当时第一家 有这么一个体育专制的一个体育老师 因为幼儿园大家知道 全是吕老师没有男老师 所以还是比较顺欢迎 现在目前开了这个店以后呢 我还想开一间甜品店 但是呢 南京现在好的门面 不太好找 希望各位女嘉宾们 如果有好的店面 请给我电话 电话就这样子 屏幕下方 电话 然后也可以登陆 3w.jstv.com 《非诚勿扰》的讨论版 跟我留言 谢谢 杨文君 杨文君 嗯 你有打折的需要吗 我不需要打折 我希望他给我买 我刚才就在想一个问题 你原来说学体育的 喜欢体育老师 你能不能表演一点什么才艺给我们看看 可以可以 因为之前我就有过这方面的经验 来 试一下你想表演什么 足球的街球 我要恭喜你 你是唯一在才艺展示这个环节没有 一展灯都没有灭 刚刚有人笑我了 你指给我看方向 五香 我看他前面一直在跌那球 我想起我们家楼底下小花眼 老头老太太的体件 来 我们看一看他的消费观念是什么 酸食品的问题 看一下我的造型 我也希望我的另一半呢 他在穿着上也有一定要求 自然清爽一点 不要看死 我本身对 时尚这一块 敏锐度还可以吧 所以我也希望我的另一半 也喜欢这些东西 但是吧 两个人同时买 花费不起了 所以 今天你买买 明天我买买 今天你买买 明天我买买 这像一个什么儿哥之类的东西 李小娜 我们听听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我觉得就是说 在购买奢侈品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不一定要男生女生谈恋爱 就是男生非得送给女生 我觉得如果我跟你在一起的话 我完全可以凭我自己的能力 送你一件奢侈品 太开心了 也很开心 开心开心 稍微控制一点 这个开心 好吧 我们来看看她的朋友对她的评价 皇军这个人还比较善良的 但是他对于消费情况还很不好 他把大多数钱的花费的 然后买适吃饼和泡扒上面 然后适吃饼他非常喜欢鞋子 然后鞋子最好都要买三千块钱以上 他简直就是一个黑白颠倒的人 白颠来把他手指 这盘上都没人接 不用餐肯定是他睡觉 经常一个星期我们都去五次 然后每次都是不追不不回家 所以就得了一个叫不回家症 不想回家症 平常我们泡巴是这样的 但皇上他真的叫女朋友 他就不会这样的 然后他基本上都会陪在女朋友身边 我想问他一个问题 如果你有女朋友之后 你会带你女朋友一块去酒吧 还是更情愿独自去呢 这个问题其实我也想到 问得真好 就是一开始嘛 对不对 肯定是大家 就是一起出去见见朋友啊 认识是就是大嫂啊还是弟妹什么的 然后之后呢 就是你如果就是你愿意的话 我可以放手让他出去玩 我对我自己有自信嘛 你让他自己出去玩 然后当你出去玩 我就是两个可以同时不在一个场合 也可以在一个场合 然后但是要一起回家就是了 你现在在逃避他的问题 对 你明显在逃避我的问题 他的问题 我想知道的是 如果你有女朋友了之后 你是跟情愿 带着你的女朋友一块去泡巴 还是自己一个人去 你直接回答 性质不一样的 直接回答这个问题 认识这个问题的出发点不一样 我的意思就是说 一开始你要是愿 不就是 还在乎于女方就是了 如果她愿意跟我一起去 那我肯定带着她 你的逃避 只能证明你的答案 她已经知道你的答案了 你还准备逃避吗 好 带带带带 谢谢你的回答 会带吗 带带带带 你现在憋了两次才讲 这话到底是真话 我在讲吗 我觉得她的回答很勉强 是吧 连小娜都看出来了 那因为我勉腆 你感觉是在严刑拷打之下 最后才带 我觉得 她还是需要一个 能管住她的女朋友 是能管住她的人吗 你的性格是很擅长 管住男人吗 拴住男人 事实上我的性格 我不喜欢管男人 杨文君 这个问题 听听你的想法 我觉得男人就像 握在手中的一把沙子 我握得越紧 他流得越快 所以我相信 我会用我特别的方法 让他永远的黏在我身边 如果他想去酒吧 他就去看谁 玩得更厉害 对 看谁不回家 我觉得场上所有的人回答 最让你内心爽的是杨文君 但我其实困惑就是我不太明白 小娜问了那么多问题 小娜为什么留着你 这个我也不知道 所以接下来是你自己 我想应该是你自己来选择 好 恭喜你 好 恭喜你进入到了男商权利 你获得了我们送出的700元 约灰基金 来 快去灭掉五盏灯 当行万能 field 破装 不 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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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灭我特爽是吧 因为我看你太亮了 比我的亮 你跑什么呀 是因为你比我的亮 不是你过来跟我说一下灭了 你就灭了吧 你跑什么呀 你怕 你怕是不是 好 我抱歉 I'm so sorry 3号12号请出力 好 现在我们来可以看一看 她第一个 第一次出场的时候 让她心动的那个女生 究竟是谁 大屏幕 杨文鑫是不是觉得特美 这种灵异事件 也在你身上发生了 我觉得 我觉得缘分吧 因为我相信迎见钟情 男生权力的第一项是 他们两个当中的 十项基本资料 你选择一项了解 经济状况 经济状况 选这项的很少 我不吃晚饭 我们来看看这两个女生 这个问题的答案 3号 李小娜月薪5000元左右 杨文君 2500元左右 这个状况你满意吗 其实我问经济状况 是因为 我不希望女生的收入比我高 她如果比我高的话 也就是我一个动力 我可以赶超她 好 下面一项全力 你可以向他们两个提出一个 你最关心的问题 要求他们回答 可以喜欢吗 对 就是我本身会烧饭 然后呢 也挺好吃的 然后就是现在缺一个洗碗的人 就是 谁愿意洗碗 谁愿意洗碗 没有问题啊 我觉得 你烧饭 我洗碗 那我烧饭 你洗碗 可以吗 问题就在这 因为我不喜欢洗碗 她只愿意烧饭 不愿意洗碗 杨文君 你不怕 我把家里的碗打破的话 我可以试一下 买一次性的 到了你做出最后决定的时候 两位女生 你的选择是 恭喜 我爱你 你是我的记忆 你爱你 感情你都带我沙头 幸福的每一天 浪漫的每一夜 把爱 我参加了这么多场 《非诚勿扰》 然后我今天看到她的第一眼 我就有心跳的感觉 我做饭这个问题吗 就是 就是因为我刚刚问了 缺个洗碗的吗 然后 难得在家小聚一下 浪漫一下 点起个蜡烛啊什么的 只要你点蜡烛我一定行 你不点我就不信 杨文君从第一场 我们开播的第一场 就在这个位置 一直站到今天 终于牵手成功 我们祝福他 但是少了一张熟悉的面孔 好了 抓紧时间 请出 第二位男生 大家好 我叫刘云超 今年23岁 刘云超 欢迎你 对面24个女孩看一遍 看好了吗 能不能把她请出来 要看你能不能走到 男生全力 对面的女孩24个 看看这位没那么太大信心的男生 刘云超 你们的第一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想了半天 还给你个吉祥数字 还有八盏灯 马诺 为什么灭灯 我觉得男孩子肩膀宽宽的 有安全感 是吧 我觉得你挺奇怪 我觉得男孩子身态比例好 最有安全感 可是我喜欢 这么宽炎宽一点 男孩子不行吗 可以啊 那谢谢 刘思辰 他刚说身态比例好 我觉得他腿短 身子长 我没觉得 你 你意思是 你身态比例很好吗 我觉得很奇怪 我觉得你很不礼貌 你有没有发现 反正是别人说话 你都喜欢去回应 强烈的回应 因为我们看到 有些男生条件也不错 长得也很帅 各方面的人都不错 也有女孩 像刚才那样说话 她都默默地听着 然后就是面带笑容的 我不喜欢 因为这就是我自己的个性 我就是这样 我觉得他们太虚伪 我觉得很真实 我觉得他们那样是假装的 我不知道 我在说虚伪的人虚伪 你跟我对话说明 听陆菲老师下一个环节吧 我们看她的个人资料 大家好 我叫林一超 今年23岁 我从事证券公司方面的事情 还有一些做生意 今天正在筹备我的店 我的店开在商场里面 然后一个很大型的麻辣香锅的店 我相信你们爱吃辣的女性 一定会非常喜欢 然后欢迎你们到我的 当我的忠师顾客 然后你们来 我可以免费请你们吃哦 证券方面的工作 就是看天吃饭嘛对吗 因为那个最近大行情不太好 所以说最近百十来万也放了鸽着 但无所谓嘛 有的时候 行情一起来的话 每个月挣个三五万 没有什么问题 五肖你觉得她的收入状况满意吗 还可以吧 薛璐呢 不错啊 但是我想吃辣 我希望她能带我去 可以啊 只要你喜欢 可以天天去 我有这个 我有这个荣幸吗 有啊 试一试啊 胡元君 喜欢吃辣吗 蛮喜欢吃辣的 还有那个 你的嗓子都这样了 还吃辣 能说话吗 可以的 越辣越好的 好 玛姨咪 你灯灭了 还想问 对啊 我特别看不惯的 我想问你 你有什么好炫耀的 富二代多了是 我没有炫耀啊 我就喜欢啊 我觉得你管不着啊 我觉得你现在的状态 就像一个 没有断奶的小孩子 来我们 快点开始你就哇哇叫 我觉得你太 我觉得你对不起 你爸妈给你的这个身份 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成熟 可以做得很棒 好 来我们看一下 为什么她会这样的状况呢 刚才说到她收入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看 她的个人存款有多少 大屏幕 我要眼睛没数错的话 应该是600万 玛姨咪 你接着刚才的话往下说 对啊 我觉得 我觉得一个男人 你是过来选女朋友 我们不是说去拿一张银行卡 谁的贵数多 我拿哪张 我是看感情 我是看人的 五霸 五霸你刚才想说话吗 从一开始我就没说话 因为我觉得一个男人这么有自信 总归是有他的道理 我之前非常想知道他的自信的出处 现在我知道了 我觉得男人有资本自信是好事 一号谢家 很长时间没有问你了 想听听你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每个人都是一本书 我想读一读这本书到底是怎么样的 然后现在没有灭灯的原因 也是因为我比较欣赏他的自信 因为 虽然中国讲究中庸之道 不过也是需要这样的有魄力的人才 不然都是中庸的话 永远包在壳里 永远没有想冲出去的那种可能 刘云超平常都喜欢做点什么事 下一个短片 平时跟跑一些玩玩车 去去酒吧 泡河班 K哥 然后搭个高尔夫 然后吊聊鱼 也不是特别厉害吧 反正速度还可以 然后飘移 然后甩尾 都是我的拿手 这个车只是我平时玩的车 然后其实我家里还有好几辆车 现在最好的一辆是宝马三系的厂逢轿跑 然后那个 现在正在改装中 我想想 对 马诺是不是挺喜欢宝马车的 他既然那么想呼吸 不是来我宝马车里呼吸 我觉得还不错 我们的规则是灯灭了 不可以再亮起来 这是一个原则 马诺如果我为你 网开一面 允许你那灯再亮起来 你愿意吗 算了我不喜欢比我还臭屁的人 五霄 那个片子看完了 说点观后感给我们听听 挺好 但是我想问你一下 你这么臭屁的本钱来自哪里 我觉得我一没头二没抢 是自己挣的 我心安理得 你全部都是自己挣的 你做生意之时以来 第一笔钱是你自己的吗 第一笔钱 毕竟父母少量参与一点 但是是我做股票做起来的 大家都知道第一筒金是最来之不易的 但是你说那个父母少量参与 我们该怎么理解 可不可以理解为你父母给了你第一笔启动的钱 然后你把它越滚越大 可以这样理解 但是我觉得父母嘛 给孩子第一笔筒金 就是说给他这个资本 相信他去运作这个能力 首先你要有建立这个能力 让父母去相信你 他才会给你对吗 而且我没有去浪费 没有去花销 而是让他越来越多 我觉得这个东西 只能说我的能力在这 所以才会这样 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比你能力更强的 但是因为他们爹妈没有给他第一笔启动资金 而混得很惨吗 我不相信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的能力强的话 他即使没有给的基金的话 他依然可以起来 我想问一下谢家 这本书你又翻了一页了 你的感觉是 独厚感是 我是一个家庭很一般的人 我敢在这说出来 但是 我相信 虽然我家境很一般 但是我能靠我的能力和我的双手 得到我想要的一切 所以 对不起 我不喜欢你 我想问一下 你到目前为止 你的存款已经达到六百万了 那你有想过回报你的父母吗 你为自己买了三辆跑车 你有给你的父母买什么礼物吗 有想到在他们的生日 在纪念日的时候 去陪陪他们 孝顺一下他们吗 有想过用你的钱去回报社会吗 我其实非常佩服的云昌 我最佩服你的一点是 我到目前为止 没有见到比你胆子更大的人 所以我发自内心的佩服你 就是 你知道不知道 你能够冒天下之大不韦 怎么讲 可以到 你知道在去年 全中国发生 在中国发生了非常非常多的 这个富二代撞车 导致很多人 惨痛伤亡的事情 我知道 你可以把飘移和甩尾讲得如此的轻松 你不觉得 但是我有一点我要说明 车开的路上本来就有风险 但风险不来源于车辆 而来源于驾驶他的人 有没有这个能力去驾驶他 所有出事的人 都会说 我觉得我的能力没有问题 我觉得他们不确定自己 他没有能力驾驭他 所以你觉得 你很没问题 你觉得你的问题足够驾驭 对啊 我有这个能力驾驭 一句话说 刚才那个短片里边 乐嘉提到的几个细节 是乐嘉老师讲的什么飘移 因为这几个细节 和去年发生的那么多事情 人们会自然的联系在一起 那些你说的轻描淡写的东西 也许会勾起很多人 很痛苦的回忆 你有想到过吗 我有想到过 但是我觉得 人跟人不一样 其实他们曝光的只是这一面 其实很多事情 车祸每天都在发生 你知道吗 每天都在发生 但是那些车辆 因为没有改装 而不被曝光出来 其实风险是一样的 你在VCR当中 史无前例的第一次 直接点名说 马诺 你不是想坐宝马吗 那你上爷的车来坐坐呀 好 所以我特别有兴趣的知道是说 当你说这句话的时候 你是觉得你肯定可以 把马诺给带走 还是你觉得这句话 说出去以后 可以把其他的女孩给带走 不是 主要我是说 不是每个开宝马的 我都要跟他们走 对吧 那开宝马太多了 是这样吧 没有啊 我当时说这话 原因是因为 我看了他那个视频啊 一个小小的玩笑而已 对啊 不要太当真啊 不是 我也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我在回答乐嘉老师的问题 谢谢 表面上两个人 嬉皮笑脸 其实里面是唇枪舌扇 非常精彩 好 现在我们在这个问题上 花的时间已经很多了 现在还有六盏灯亮着 我们来看一看 他的朋友 刘云超的朋友 怎么评价他 刘云超的优点 在于他对女孩子 特别大方 像我是他的 圈中的好友算是 今年过生日的时候 刘云超 我说想要辆车 SLK 200 送给我了 这是他对女孩子 很大的一点 当然对男孩子 不这样 他对男孩子 很不错 这一批水都懒得给他买 一般来说 当这个悲壮的音乐 响起来的时候 现场都是沉默的 为什么刚才 全场响起了掌声 来给我解释一下 你和他就只是 很单纯的朋友关系吗 朋友你会送一辆跑车吗 那你送你女朋友什么呀 你猜啊 两辆跑车 我觉得话不能这么说 因为我们是一起 经过很多事情的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他有帮助过我 他给我的利益 远远不少于这辆跑车 武肖 我们俩是同行 但是你的资本 是你父母给的 我的是自己挣的 但是我自己挣下来 我不会像你这么得 你挣来的钱 和父母给的钱 花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好了 这个讨论到最后 我想因为灯已经弄灭了 对这个事情 对刘云超来说 现在你们说什么事情 可能都没有太大的意义了 好 非常遗憾 刘云超 很多人很虚伟啊 我觉得 我觉得 我觉得他们心里 不是这样想的 我不知道他们会私底下 会不会给我留电话 会不会找我 因为我觉得有钱 没什么不好啊 我不屑啊 我不想宠着他们 我也不想 我也不想理会他们是谁 我只是选我自己心目中的女孩子 我觉得没有出现 是因为我觉得他们不够诚实 生活是丰富多彩的 人也是多种多样的 我们这个舞台上 我们会看到 各种各样的人 对生活 对金钱 对爱情 都有着不同的态度 抓紧时间 请出今天的下一位 24位姐姐好 莫菲老师好 莫菲老师好 我叫严东国 今年24岁 就是刚才制作一车 你们为姐姐 是因为你们长得都比较美 或者说是手中比较有权力 是吧 我希望 各位都能给我一个机会 给自己一点精彩 谢谢 你的意思叫他们姐姐 就是有点类似于神仙姐姐那种 我特别注意到 你的手刚才一直在发抖 你穿得像个太空人一样的 出来的 应该不会冷的吧 不冷不冷 肯定不冷 不冷不冷 看看对面的那些神仙姐姐们 你喜欢谁 悄悄告诉我 看一眼 我多给你点时间 说实话 你怕他们吗 不怕 真不怕 不怕 那你选一个 你最喜欢的 他的手真的一直在颤抖 是 你确定不怕他们 不怕 不怕 24个女孩 看看 对面这个非常有点 小小紧张的小太空人 你们对他的第一印象怎么样 请考虑 你们排练过吗 请考虑 没办法 不到一分钟时间 我两次听到这段音乐 我都有点接受不了 你 你觉得 我觉得他们太坏了 没事没事 我都不知道说 他们坏 不是坏在灭 他们坏是坏在 有节奏的 一个接着一个 云速前进 从来 有的时候他们会表达一种 愤怒的时候会 就集中的那些火 就把它灭掉了 这个就是按照一定的 云速的 一二三四五六七 你把它弄 你想对他们说点什么 谢谢他们 谢家 有一个成语叫什么 以德抱怨 对吧 你谢他们什么 给了你人生 这么重要的一课 谢谢他们 磨绎了我的心理 什么心理 心理素质 锻炼我的心理 我刚才没听清楚 磨练了他的心理素质 锻炼 你升级了 我是谁啊 17号你说话 他选 我就想知道 这么可爱的男人 他喜欢的到底是谁 这个话谁让你问的 你是身体要害你的 大家不要说话 大家不要说话 这个话谁让你问的 就是你想知道是吧 谁让我问 我自己的想问 我发自内心的 发自内心想问的 我就是特想知道 我觉得他太可爱了 我们这么多人灭他 他都那么 那么善良地对待我们 真的 好 我就回答你一个人 看大屏 步步高音乐首席 《非诚勿扰》 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步步高音乐首席 《非诚勿扰》 精彩继续 好 我就回答你一个人 看大屏 维多利亚姐姐 你满意了吗 对不起 来 我也不知道该说点什么 这样我送你下去 本来想在这里找到一个 能够自己 或者陪自己 一块愤怒的女生 是吧 反正让她 第一人都没过 就被淘汰了 无所谓是吧 反正就是 让她谢谢她们 反正谢谢她们 成就了我 成就了我的某种心理 你看这个舞台上 什么样神奇的事情 都会发生 维多利亚从来没有 问过类似的问题 她就选择了 叫什么 刚才那个小伙子 太空人 是不是你说的 那小太空人 就为了她 维多利亚问了一次 怎么那么准呢 二十四分之一的概率 所以我最后只能说一句 人就是这样长大的 有请下一位 大家好 我叫范子盛 我今年21岁 很高兴可以来这里 今天挺忙活的 我不停地上啊下 上啊下 人走得都比较快 你介绍完了 好 对面24位女生 你看一下 最让你喜欢的是哪一位 希望你能够走到男生权利 把她请出来 OK 有没有信心 有 好 对面的 对于这个上来的小空哨 有什么样的印象 请考虑 请决定 吕冲冲为什么灭灯 我想说 我想说我没有勇气 跟一个连路都走不稳的人 走我们的一生 请等一下 我没有路走不稳 前天的航班 我下来以后被雨淋吃了 所以我今天是带病上场 19号 你对她的外在满意吗 我感觉她 外形上还算比较帅气吧 内心就不知道了 胡云冲你嗓子不好 就少说一点吧 谢谢 我们来看她的基本资料 大家好 我叫范子胜 我目前是一名 在培训空中乘务员 如果有机会 大家可以乘坐 东航航班的话 说不定 可以在飞机上看到我 我本人可以 真诚地为各位服务 孙小雅 是接替杨文冲的 一个新的12号 对不起 我先问一下 马诺有新邻居什么感觉 我还是比较喜欢老的 我有点热泪盈眶的感觉 刚才 你周围的邻居 一茬一茬都在换 你会有什么感觉 不是 我是着急 杨文冲都嫁出去了 我怎么还嫁不出去 你老惦记得拿鞭子抽人 这个可能耽误了你一点时间 孙小雅 你回答刚才的问题 我回答 刚才你问马诺的吗 不不不 我是问你 你对她的印象 我对她的印象 其实没有什么意见 但是因为她上来 她说她的年纪是21岁 所以我觉得 我跟她的年纪不相符 因为我是想 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吧 我觉得她太小了 我不想谈一场地 对 我想说一句 其实年龄并不是问题 主要是看自我素质 而且还有就是的看法 我给你提个建议啊 所有当女嘉宾在说话 男嘉宾还嘴的几乎都没有好下场 你表示沉默和微笑 就是最好的结局 她很少这么诚诚的帮人 她也害了不少 我们来看一下她的成长经历 在我十岁那年 我父母离异 那时我还是个很小 很天真的孩子 整天哭哭啼啼 也祈求他们不要离开 但最后他们还是选择 分开 那时有一段时间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幸亏我的奶奶 把我心心苦苦拉扯这么大 所以我到现在还是很感激她 她小时候嘛 反正我到什么地方就带她 到什么地方吧 小学她接送都不要了 她好像当一跟她接送了 她那个写的她好像太 不像男孩子这样子 所以我希望认识一些 成熟稳重体贴 懂我的女孩子 也许看了刚才那个片子 大家会对她刚才所表现出的 性格当中的一面 有了一个了解 王玉婷 你觉得呢 我其实挺后悔把灯灭了 因为一开始 我觉得她太年轻了一点 然后看到那段短片 我其实很感动的 谢谢你 谢佳 谢谢 她是一个看上 让人很舒服的孩子 而且 你是一个说话 让人听着很舒服的孩子 我透露了我的年龄 我比她大 而且我觉得 她不成熟的原因 可能是因为 跟她奶奶在一起 因为老人有的时候 就像孩子一样 她从小就跟孩子在一起 两个人相依为命 很让人感动 很让人心疼 乐佳老师 你有什么建议和测试 需要告诉这11个女孩 你的父母 把你抛弃的这个事实 并不是抛弃 而是他们各自忙了 他们各自的视野 他们的父母 也就是我的爷爷奶奶 还有我的外公外婆 他们把我的父母 从小也培养成一种 很独立的孩子 所以我父母 也承接了这个观念 所以希望 我不在他们身边 或者他们不在我身边 我可以独立的 或者可以做一些 在相对于同龄年层之间 做不到的一些 很懂事的事情 你整体上呈现出来的 好像很忧郁 好像觉得是 天大的事情发生了 然后整个是人生当中 所有的苦难和坎坷 怎么都是我一个人来承受的 为什么我的命这么苦呢 为什么你要呈现出来 这种消极抑郁 相对来讲 比较悲观的神情和感觉 有可能是因为 有可能是因为我父母他 他们为了这样做 可以让我更加的成长 更加的茁壮一些 所以我并不是很恨他们 包括到现在 我也不是很恨他们 你用着着说话这么大声 刚才你前辈的情绪 不是这个样子的 你本来要说另外一个话 被你给打住了 我打断一下 我刚才注意到一个细节 我从这个角度看他 他在回答你刚才那个问题的时候 有一点 讲到一半的时候 有这么四到五秒钟 我感觉 这是我的感觉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他已经把话给吞回去 他已经进入到了一种 瑕疵的状态 可能他带回了很久远的 一种回忆当中去 但是很快就几秒钟 他又回到了现实的这个舞台上 在回答你的问题 所以语调一下子高了很多 我不知道我的这个观察 是不是准确 但是我可以想象 他一定有异于别人的 同龄人的某种性格的成因 这个和家庭一定有着某种的关系 所以 我 这会儿特别想听你 给他建议 而不是给那十一个女孩 如果你没有办法 把过去沉淀的很多伤痛 或者负面的情绪 彻底地厘清 你将永远生活在这样的 抑郁的氛围当中 而实际上 你的内心是很有朝气 很有力量的一个小伙子 如果你能够看清 你会走得更加的光明和快乐 看样子这十一盏灯 还有很多的母爱准备着释放 恭喜你进入到了男生权利 而且我要告诉你 你是今天晚上到目前为止 进入到男生权利当中 亮灯最多的一位 你获得了1100块钱的约会基金 我觉得我很联系 所以 谢谢大家 这个成绩真的很意外 你到现在为止 创下了一个记录 有没有人能够在后面的节目当中 打破这个 我估计曾经在开这档 第一档节目当中 我们说 有可能京城武来的时候 这24个灯都亮着 只不过我们还没有约他 上去 灭掉九盏灯 回到这里 快点 快点 13号 到了这会儿我们来看看这个到目前为止进入男生权利 成绩最好的男生 让他心动的女孩是谁 大屏幕 王玉婷出列 我以为你路过的时候他要说欢迎乘机 好 三位都站定了 你的第一项权利是对他们三个女孩的十项基本资料 你可以挑选一个继续了解 看大屏 我选择家庭背景吧 家庭背景 接着就看他们三位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马怡蜜 父母都是商人 王玉婷 父亲是建筑业 母亲是服装店主 维多利亚父亲是煤炭公司老板 了解清楚了吗 了解是了解清楚 不过我现在有一个想法 就是今天很感谢我的奶奶来到我的现场 所以我现在把最后的决定交给我最重要的人 我奶奶 到中间来 这是你孙子的一件大事情 所以你来到现场 等一等 稍微等一等 现在你了解完了他的这个情况之后 你还有一件事情 让奶奶最后做决定 你还有一个权利 向他们三位提出最后一个你认为重要的问题 我想把这个问题让给我奶奶来问 好 来 奶奶问这三个女孩 没准哪一个是你孙媳妇 你想了解什么 只有一个问题 你们三位都是好孩子 但是我呢 我也很喜欢我的生存 我就是怕他呢 以后啊 你们能不能带他好 就是怕他的欺负他 这是我最关心他的 就是这个事情 你们 谁能带他好一点 他喜欢的是 好像是当中的那个 那位小姐 那我也喜欢 所以奶奶我现在就问你 你敢不敢给孙子我挑战一下 因为我比较喜欢挑战别人 那个问题还没有问 中间的那个女孩 王玉婷 你 能够以后能够带他好一点吗 看了那个短片觉得 这位男生也是一个很孝顺的人 然后 我挺感动的 就是 我 还没出生的时候 我的爷爷奶奶就不在了 然后 我没有机会孝顺我的奶奶 所以 我不但会对他好的 然后 也会对 在奶奶 也会对他好的 听我孙子的吧 我尊重他的意见 他喜欢 你 我也 那这样 你们祖孙二人商量一下 最后这个决定 由谁来做出 最后的决定 由我来吧 好 奶奶站在这 对 好 来 老人家 你们陪着你的孙子 做出最后的选择 考虑一下 你最后的选择是 王玉婷 好 往前半步 两位女生 请回位 30秒钟 最后的表白 争取一下 没想到 你和我的遭遇 都是一样的 所以 这样的 我觉得 很能珍惜吧 而且我也觉得 你蛮成熟的 蛮稳重的 珍视我理想的那个类型 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 王玉婷 你最后的决定是 我很感谢他今天能选择我 然后 我想对他说的是 我愿意 好 恭喜你们 来 一块 一块下去 奶奶 牵着两个 翻开 我爱 一开始 一开始 我灭了他的灯饰 觉得他年龄太小 可能不太成熟 没有什么责任感 然后 后来看了短片之后 看了他的经历之后 我挺感动的 然后觉得 他也是个挺 踏实 文重的人 很有责任感 是一个可以托付的人 非常温馨 这是在最后关头 争取成功的一个 经典案例 是吧 你知道节目开播到现在 我们这么多期坐下来 我从来没有看到 马诺哭过 可是在刚才 祖孙在选的时候 在全场所有的女嘉宾当中 唯一只有马诺 掉了两滴眼泪 然后他赶紧控制住 补妆 但是我能明显感觉到 我很诧异 你知道 外人看来 马诺嘻嘻哈哈 不管你怎么骂的话 从来都不会生气 我刚才就是特别感动 那为什么张伯 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张伯把他老娘给带出来 你都没哭 为什么刚才反而哭了 我就是 想我爷爷死的时候 那天我爸让我去看 然后我就没去 然后跑着跟朋友玩了 然后当天晚上 好 我们给马诺一点时间 平复一下心情 这说明我们的舞台上 每一个人的际遇 经历 都有可能 触碰到别人心底里 最脆弱的那个地方 在上一场我们看到 同样的事情 也在马一咪身上发生 所以 我们这个舞台 也反映着人生 我们的感情 和每一个人 也可能在 一个不经意的地方 发生着某种联系 谢佳 你同意我的话吗 我十分同意你的话 每个人心里 都有最柔软的地方 好 我们给 马诺一点点时间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想了解 24位女嘉宾 更多的个人资料 和联系方式 拿起手机编辑短信 发送 编辑短信 8110加女嘉宾编号 发送到106个620 举个例子 如果你想了解 1号谢佳的资料 可以编辑短信 811001 如果你想了解的是 11号马诺 编辑短信 811011 缘分 就在你的这条短信之后 当然也可以登录我们 步步高音乐手机 《非诚勿扰》的官方网站 给他们留言 当然最好是 你能报名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报名方式 出现在屏幕下方 抓紧时间请出今天的下一位 大家好 我是肖波 来自北京 今年33岁 在这儿见到大家很开心 肖波 欢迎你 在我们开始之前 介绍一下新的20号 接替王玉婷的柳文静 跟大家打个招呼 你好 很惊讶啊 也很别致啊 来 有点胸闷 你胸闷还是他胸闷 我胸闷 他把你闷到了吗 没有 我觉得他那一年 我有点胸闷 给你30秒 骂他 我说 这位帅哥 我刚刚才上台 你就这样去说我呀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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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他们说前面都是特瘦的女生啊 突然间一上来一换 一换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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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妃姐姐这样的圆润的女生 突然让我有一点惊讶 所以胸闷的是心跳过速 才会胸闷 要不然就晕过去了 来 好了 你先看一看 这24位女孩 最让你 有 胸闷的是谁 这号码不常出现 能不能请他出来 要看你能不能走到男生权利 好吗 好 谢谢 24位女生 对这个33岁的男同志 有什么样的敌意印象 请考虑 请选择 这也是很好的成绩 在前面 因为创下了一个记录 进入男生权利的时候 11点 有没有可能刷新那个记录 我加油 也希望 剩下的这20位妹妹们 鼓励我一下 好吗 不 你刚刚前面一上来是姐姐 现在怎么一下子改口 没有妹妹了 哦 我没有说姐姐啊 是你说啊 你把他们年龄喊大了 来大家扁他 是吗 好 哇 他特别让我的心动 我见他 是 他让你心动 谢谢 谢谢 我第一次看 长得这么清秀的男生 我真的特别心 好 现在成绩非常好 20盏灯 我们先多一点了解他的基本资料 好 大家好 我是造型师萧波 现在坐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的工作室 它的名叫萧牙才做造型 这是我出的一本 每天学点美容知识 就是我写的书 我里面写了很多很多的美容技巧 和美容的小方法 然后呢我要给大家推荐几个非常有意思的 平常可能很少能见到的一些彩妆的一个小玩意儿提亮粉 就如果你觉得你自己的化妆呢 皮肤比较暗淡 就可以选择这四色的提亮粉 用这个睫毛夹呢 它可不是用来夹睫毛的 它用来带假睫毛的 这个是遮瑕膏 三个颜色 每一个颜色都可以遮盖你的黑眼圈呀 痘痕啊 还有你的发痕 希望男嘉宾能够在中午聊天的时候呢 嘴下流行 依然不错 还有十六盏灯 有问题吗 五香 哎 这是我看到过很少见的 那么多人有问题 来 一个个来 我们很多时间 来 五香 怎么去痘痘呀 去痘痘啊 内分泌失调 内分泌 内分泌的事情 不展开说了 对 这家 这家灯还亮着 你有问题吗 我很爱喝水 不过 所以看你皮肤很好看呢 所以皮肤颜色很好看啊 幸好等了很久了 你的问题特别多 我等了好久 我现在其实年纪还蛮轻的 但是我有妈妈屯怎么办 恭喜你 你可以生儿子 我不要 前面 前面 你不仅懂美容还懂妇科 没有啊 是这样子 因为在国际上 任何一个国家 就是他们就说 在特别是那种土著 就女人的屯越大 她越美 她就是生男孩的象征 对对对 马诺 马诺有问题吗 来 留一点时间 给其他的姐妹 大家问题很多 知道吗 马诺 你要不要看我的屯 OK 可以啊 来 出来一点 出来一点 到中间 好吧 绝过来 来 慢点 你 你的水深腰 你的小腰蛮似的 来 马一米 马一米 我想帮 我想帮各位男士提问一个问题 OK 你作为33岁的 男士怎么保养得像23岁 谢谢你 你答对了 为什么呢 看了这本书就知道了 卖书的 来卖书的 薛璐 你还这么年轻 你岁数这么小 也有美容方面的困扰吗 黑眼圈 黑眼圈啊 两方面 肾有 肾 要么就有一点点小问题 要么就是熬夜熬得太多 夜生活太多 你看一下这个人 他肾有问题吗 他没有问题 为什么头发这么少 所有的医生都跟我讲 说我肾亏肾亏 弄得我很郁闷 那没有办法 他也少啊 怎么这么倒霉 我经常被人连累 你知道吗 上次有一个男嘉宾 站在我旁边 戴个眼镜 江营说戴眼镜的男人很猥琐 我也不知道 我招他还是 然后我问 我问他 不是你 你刚才说嘛 说他没有头发呀 那你刚好你俩挺搭档的 我们在这个环节 你是用时最长的 从第一段 微笑到下面一段 花的时间 是别人的好几倍 因为我们为了 满足广大的妇女朋友 对美容 对妇格方面的一些了解 好 我们接着看 下面一个短片 特长 因为我以前有过 一阵很胖的时候 最胖的时候 达到快160斤 有一天我突然发现 我去弯腰去 另化妆相吃 我居然弯不下去了 我觉得 哦 该减肥了 后来呢 我上网查一下 发现这个菜花吧 它里面的燃养成分比较多 我一定要用一个中火 来蒸它 差不多达到10分钟左右的时候呢 就可以吃了美容 菜就OK了 柳文静 你有问题 需要咨询吗 呃 我想咨询一下 这位帅哥 如果你跟你的女朋友接吻 可是你忽然发现她没有刷牙 怎么办 我觉得吧 如果跟我在一起的女朋友的话 我觉得她一定是一个善解人意的 她一定是懂你的 然后那我也懂她呀 她懂你 她肯定说我早上起来一定要刷牙 可是那有一天她忘记了 没有关系 我不介意的 因为我爱的是她人 又不是她的牙齿 那你继续吻下去吗 OK啊 没有关系 如果是你她 我就会吻下去啊 OK 五霄 我问题太多了 您把那书送我吗 送我啊 求求你了 来 还有那边 那边也要 来 要她这本书的举手 我也要 来 我爱台下观众也有一样 他们都要 没有关系 书店有卖 你不要看 这个词啊 这个事情其实应该问我 你知道吗 你太吝啬了 没有 这就只有一本 今天只有一本书带过来 所以说更珍贵了 因为我想呢 肯定有一个女人 会更需要她 对 不是 她有你就够了 我就要书 你太缺了 就冲你这句话 我一会想办法 你就要书 送给你好吧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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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你们 你们去要 我要书 小波小波 来来来 七号 七号 可不可以不要这本书 我希望你可以 天天教我 我想跟谢连鼓说 我前两期跟你说了 不要跟我抢好吗 不是 我就是想知心大忌 父女 父女之友 从每 你才父女呢 你今天已经是第二次说我们是父女了 好 这成绩很好说 是物展的还亮的 我们来看看她的朋友对她的评价好吗 跟小波在一起 就是我们也会有一个压力 因为她做的就是可能后肤啊 包括就在于这个外形方面 比我们都更加的就是注意 这些方面会比较有压力 因为我觉得如果做一个男朋友 她就是更懂得去维持自己的身材啊 就是照顾自己的这个皮肤啊 那你会觉得 怎么我不像一个女孩 Yahoo Yahoo 穿一个背心 去给你工作 我觉得你肯定会觉得 哇 你是谁啊 你要干嘛 我有得罪你吗 您没有 我只能来借个例子 对不起 到这一段了 应该让我们乐佳老师说话了 你讲话的时候有些特质 OK啦 美容菜 就是 我觉得我们做这一行吧 跟女生打交道 我觉得女生说话就是很温柔的 如果我们走到跟前一见面 哎你好过来脸生过来 眉毛太粗了 难看死了 我觉得女生会排斥你 我们的目的是跟她拉近距离 就是哎 OK你看你这个表情啊 你看你这个胡子叉 不要拿我 所以说这是个语气上的 这跟女性不女性是没有关系的 只有我觉得 女人是值得尊重的 那当然 对啊 对 我们必须得尊重她 对不对 那显然是需要的 恭喜你进入到了男生权利 谢谢 抓紧时间上去灭掉六盏灯回来 不行现在就送我去给你按 不好你送我送我本书让你按 不好你先你先送给我 有请7号 11号 这会儿我们来看一看萧波 在她眼里 我特别特别想知道的是 我想也有很多姐妹们想知道 她喜欢的女生会是什么样 大屏幕 能让11号马诺和1号谢佳 包括7号谢连鼓能同时出现在一个平面上站一排 这种组合 这种组合非常的后现代 来 你的第一项权利是在他们的十项基本资料里边选一项 继续了解 看大屏 是否介意和公婆住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三位女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谢连鼓是不介意处理好公婆关系是一种能力 谢佳的答案是可以像 不介意可以向长辈学习经验 马诺是介意怕和婆婆不合 三个答案你清楚了吗 清楚了 你的下一项权利是 向他们三位提出一个你认为最重要的问题 让他们三个回答 我想问一下你们愿不愿意就是和我一起呢 共同奋斗 因为我也是白手起家 我会在你工作好之后晚上回去 做好小点心 送到你们公司来给你吃 给你的员工一起吃 然后在他们面前大秀一下我们的恩爱 谢佳 我不介意跟你一起奋斗 不过我很介意你比较犹豫的性格 好 谢谢 马诺 我不介意啊 而且我更愿意跟你一起生孩子 如果你可以的话 考虑清楚 你最后的决定是 谢佳 两位请回位 往前半步 给你30秒钟时间 做最后的争取 我这个人吧 不是特别爱说话 就是 当然除了开玩笑的话 但是我觉得一个人从小到大都要经历很多很多的波折和苦难 开心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然后找一个和自己非常合得来的女朋友也是重要的 另外的一件重要的事情 我觉得人生也就是这样 努力的奋斗 我自己和自己爱的人最好的生活 很感谢你喜欢我 真的谢谢你 不过 我说过 我很介意你很犹豫的性格 不好意思 对吧 谢谢 很遗憾 希望她能够在最后我的表达的时候 能够感觉到我其实是一个很用心的人 也不是一个很犹豫的人 只是有些事情需要考虑 但是我觉得在女朋友上面 在选择女朋友的上面 我觉得还是比较坚决坚定的 她是不了解我 肖波离开了这个舞台 对于今天晚上那么精彩的 一幕 我想我这会儿说什么都显得那么的平淡 只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还是要说一下 她把书忘在我这了 五肖下班以后 打我电话单独联系 再见 你要他也没什么用对吧 我看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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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